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短一点的花梗呢 大概就是45厘米这么长 这个掉了花苞的这个地方又有一个花苞要长出来 买回来以后呢 第一时间我是把它原有的那个胶套跟它去掉了 那个胶套太紧了 然后呢 换了一个自己DIY的这个容器 一来呢 是过度一下 二来呢 我是要找时间 当然 我也跟它用上了我制制的万人护理液 帮它的戒指呢 跟它喷洒过 消过毒 杀过菌 今天呢 就是想来把它的质料跟它换一下 一来呢 它的质料比较旧 然后根呢 有好多都干掉的 再一个呢 它就长到一边 歪着长 所以呢 今天要来跟它换一下质料 拆水苔之前 我们来看看它的囚径和叶子 它的囚径的颜色呢 有点紫色的 深紫色的那一种 再看它的叶子 叶子呢 挨着囚径这一节 有点紫色的斑点 然后呢 慢慢的往上 就很淡 呃 几乎呢 就很少的斑点了 再看看它的这个叶子 平常呢 多数呢 通常都是单叶生的 也就是一个囚径 长一片叶子 但是也有另外的时候 比如它后面这一个囚径 就是两片叶子 一边有一片 这种几率呢 是很少 不过呢 有时也会发生 我们来看它的根 它的根呢 有好多是干死掉的 比如这里 后面有一点点还行 今天拆水苔是个大工程 因为它的水苔被根包得挺紧的 真的是超级难拆 因为它的根把那个水苔包得太紧太实 抓也抓不出来 然后我把里面的水苔掏松了 再慢慢的这样子拿出里面的水苔 我用的是一个尖尖的东西来掏的 现在呢 要去跟它冲一下水 冲完水以后修剪一下根 剪了一大堆的根出来 这一大堆的根大部分都是干掉的 你看 这些都干死掉了 剩下根不多 这些还行吧 接下来呢 我就会用上我制制的万能护理液 跟它喷洒它的根部 筋部 消毒杀菌 新来的朋友不知道什么是万能护理液 你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 就可以看到了 喷完万能护理液以后呢 就让它晾一会儿 让它吸收一下 过了一会儿 它的万能护理液吸收的差不多了 我们不等它的根发白 蝴蝶蓝 才是让它的根发白 才准制它 我跟它准备的植料呢 有木炭 还有树皮 还有洗过的水苔 水苔现在是湿湿润润的 我给它准备的是这样子 自己DIY的 周围都是孔 底下也是孔的一个容器 这个大小呢 就刚刚好 不用太大的容器 下面呢 跟它加一些木炭 然后呢 再加点水苔 跟着又加点树皮 然后又撕一点木炭 又撕水苔 然后把蝴蝶纹蓝 放进去比一下高度 这样子就刚刚好 调整好位置 让它摆在中间 继续往里面加植料 这就是种好的样子 我们种好以后呢 检查一下 有没有固定好 也就是说 拎着这个蝴蝶纹蓝 它的容器不掉下来就可以了 我们在加植料的时候 用点力度轻轻的压一下就可以了 它的水它还是湿湿的 润润的 等它干了 我们再给它熟 接下来呢 我们说说 蝴蝶纹蓝的养护 先说浇水 它呢 比较喜欢湿润的环境 在湿度高的季节 可以让植料干了去浇水 如果是在干燥的季节 等它的植料快干的时候 我们就浇水 我用的是自来水 接下来我们说说施肥 蝴蝶纹蓝呢 它在15至30度的温度之间 它就积极的生长 在我们香港来说呢 几乎就没有休眠期 然后它有花朵呢 是一直这样子不停的开 所以呢 我们可以一直跟它施肥 如果经常施肥的话 肯定要饱肥咯 肥料的浓度呢 我用的是建议浓度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薄肥禽湿 摆放的位置呢 就是要通风 比较强的闪磁光的位置 如果它的光照不够的话 它的长势就不好 很难开花 如果太猛烈的阳光照射的话 就会影响它的花朵的质量 比如说花朵的大小啊 花朵的颜色啊 如果照顾的好的话 它会一直开花一直续花 不停的这样开 直到它的花梗慢慢的老去 只要它的花梗不变黄不变干 我们就不要剪掉它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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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